7月29号中共官方首次正式发布 对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立案审查 而日前中国大陆的媒体深度报道 有中国铁路大亨支撑的民营企业家王春成 涉入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一案 也有消息指称 王春成曾经向周永康徐才厚输送巨额的黑金 那么有评论认为 徐才厚和周永康培植这样的小人物 是因为洗起钱来比较可靠 7月27号大陆财经杂志披露 前中国人大代表辽宁春成公贸集团董事长王春成 涉嫌卷入徐才厚案 今年4月已被军事检察机关带走调查 报道说多年前王春成儿子一型庶人 在酒吧斗殴中将当地一位市民打死 后来通过关系结识了徐才厚 王春成儿子因而逍遥法外 之后王春成与徐才厚的妻子不仅有商业合作关系 王春成还向徐家赠送位于海南的房产 而王春成在北京的私家车挂有军牌 连司机也是武警出身 王春成结识徐才厚之后 时任国家电力发展公司证券投资部经理的刘暑光 进驻王春成的公司 在王春成控制的国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担任总经理 王春成4月出事后 刘暑光成为了集团公司的代理董事长 香港东方日报还报道 王春成曾向徐才厚和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输送巨额黑金 因此获得周、徐等高官的保护伞 现年51岁的王春成原本是下岗职工 10年前靠煤炭生意和经营煤矿起家 2004年前后 开始射俗铁路建设和发电供热 电子零件及房地产等项目 因为投资颇具战略意义的中盟边境铁路 而获得政治资本于2008年成为人大代表 今年4月24日 王春成与早前落马的一些官员一道 被取消人大代表资格 在出事前 王春成正在规划修建一条 从俄罗斯、蒙古到辽宁锦州 连接亚欧大陆的铁路链 财经杂志评论说 代表中国出面与俄盟方面 接洽完成这项战略的主体 既不是中国铁路总公司 也不是央起巨头 而是这家名气并不很大的民营企业 而这家企业的董事长王春成 10年前还仅仅是一个美老板 短短几年的时间 他在政界的影响力 与账面财富 呈几何级数增长 而带给他这一切的 恰恰是修建铁路 在早前的内蒙古西林郭勒蒙 原副书记魏小平 和内蒙古原副主席刘卓志 两起贪腐案中 王春成分别行贿 魏小平60万美元 刘卓志18万美元 但当时王春成没能受到法律 和中共纪律的惩处 一直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公开活动 财经报道 3月15日 中共中央决定对一军中大老虎 涉嫌违纪问题 进行组织调查 经审查 其利用植物便利 为他人进生植物提供帮助 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贿赂 这里不点名指出的军中大老虎 一般认为就是暗示徐财后 而徐被查后 报道说 王春成预感不妙 曾在4月间 从沈阳桃仙机场飞往日本 不过随后他又从日本回国 结果在机场被抓 财经杂志描述 王春成在跨国铁路项目的 一二三期工程后 没有被巨额铁路融资击垮 却被朝夕清复的 高端军政界人脉拉下马 三年前 王春成在内蒙古西蒙 为抢夺矿产资源 旗下司机 开车故意碾死抗疫的牧民 引发当地民众和学生 持续多日上街示威抗疫 王春成买通官员 调动武警建成镇压 世界引发全球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